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子指人请来 请来 哦 就是拿来对吧 汪姐妹 精灵 借剑已用 给 媚眼含羞狐 单纯竹小开 不问善与恶 点睛 找见 来 哈哈哈哈 近江文学城墨湘童秀园著 猫儿FM出品 A斗企鹅工作室制作 群生工作室协作 玄幻广播剧 魔道祖师 第一季 第十二期 点睛焦将树 去吧 把活人带进来 除此以外 全灭不了 走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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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错事了 好厉害啊 点睛赵将树 点睛赵将树好生厉害 哼 邪门歪倒 有什么好大警小怪的 守在门外 不要让任何东西进来 就进来了 这人是谁啊 你们是什么人 他是个瞎子 锦衣 喂 这个人我们还不知道 他是什么身份 是敌是友 为什么要骂人救他 万一是个恶人 岂不是救了一条蛇进来 这位小公子说得很对 我还是出去比较好 你 可是这位也有可能不是恶人呀 不管怎么说 见死不救 都有为我被家训 行 你们是好人 蛇了谁到时候可别怪我 你这是怎么这样 双华剑 小星辰的剑 双华剑 那岂不是小星辰道长 真的是小星辰道长吗 这位佩戴是双华剑 又以白骨遮掩 对啊 莫非真的是 这怎么狠了 小星辰 多谢相救 我先走一步 先别走了 你中尸毒了 很严重吗 很严重 既然很严重 又何必留下 反正已经无药可救 不如趁还没有实话 多杀几只走尸 谁说无药可救 你留下 他会治好你的 你说的是我吗 真不好意思说实话 这位中毒太深 印堂发黑 血气罩定 恐怕糯米粥 已经不管用了 我已在这座城里 杀了不少走尸 他们一直跟着我 待会儿 还会源源不绝 有新的过来 我留下 你们迟早会被尸群淹没 阁下知不知道 这座驿城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不知 我只是一名云幽道 云幽道此 得知此地异想 这便入城夜列 城中活尸走尸 有的行动敏捷 防不成防 有的被斩杀之后 身上会爆出尸毒粉 占人身极重度 实难对付 我听你们的声音 里面有不少小公子吧 奉劝诸位 还是尽早离去 有东西来了 又来了好多走势 比方才多多了 我先去对付 你安心坐着嘛 很快就解决了 你又要用点净赵将术吗 每个指人眼眶里点两下 点完了你得留多少血 要不要我分点给你 就我的吧 就我的吧 就我的也行 我也是你也分点 我也是要 我也是要 不用 有没有空白浮转 画过的也行 我有 剑 给 野火烧不尽 春风春药生 去吧 我第一次见你这种神盒 我们真是 我们明明是 没有直足的童子 都活了 好厉害啊 有点吓人 没人吸尽尸毒粉吧 阁下方才那是 点睛赵将 粗略懂 用来杀灭这些走势 的确是最好的法子 不过 修习此道 几亿遭受手下 厉鬼凶灵的反噬 就连身为此道开山之盛的 怡灵老祖魏无限 亦不能幸免 我个人建议 阁下今后不弱 多加小心 不大万不得已 还是少用 多谢贵劝 我这位小师叔 倒像是个性情温和善良的 心软之人 你中毒已深 若还想活 这里有碗东西 可能可以给你缓一下 也可能什么用都没有 并且非常难吃 你要不要试试 如果不想活就算了 当然想活 能活还是尽量活吧 多谢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啊 人家说什么了 就你们娇气刁钻 吃了我煮的粥还诸多抱怨 那是你煮的吗 你除了最后往锅里加了一堆奇怪的东西 你还干什么了 不过我刚才想了一下 如果要我天天吃这个 我选择死亡 外面没有打动伤了 是不是杀完了 先别放心太早 提高警惕 恐怕还会再来 尚风 都散开 是凶狮 是凶狮 精神小心 小心陈道长 小道长只是晕过去了 你们别过来 这凶狮的剑法 好生厉害 怎么会有心动这么敏捷 剑法如此精湛的凶狮 敌贼无法控制 这凶狮已经认了主 前辈 这里还有四个指人 阴历士 拿住那具凶狮 头上被插了长钉 就跟温宁一样 等等 她的舌头 前辈 这具凶狮也没有舌头 你们之中 有谁修过温灵 我修过 你的秦宇修得如何 实战过吗 请来的灵会不会说谎 私追的其语 韩光君说过还可以的 嗯 那便好 韩光君说过 让我修金不修多 请来的灵可以选择不达坏 但是一定不能够说谎 所以 只要她肯答 那么说的就一定是真话 那开始吧 嗯 第一个问题 问她是谁 是 她说什么 宋兰 小星辰的那位至交好友 宋兰 嗯 第二个问题 问她 为谁所杀 嗯 不可能 她说什么 她说 小星辰 你谈错了吧 不 小星辰怎么会杀了自己的好友 而乃何人 为谁所杀这两个问题 是问灵里最简单 也是最常用的两个问题 仁仁一开始休息问灵 学的第一句和第二句就是他们 练习次数不下千万遍 我刚才还反复确认过 绝没有谈错 先别管这个 死追 问第三个问题 为谁所控 嗯 而等 神后之人 神后之人 小朋友 琴弹得不错吗 一里失败 别动 别添乱 比剑法 这里的人加起来 都不是这个宋兰的对手 好了 大人跟大人说话 小朋友们 就出去吧 先出去吧 你们在这里也帮不上忙 出去不要乱跑 放慢呼吸 出去就出去 反正你自己小心 死了没谁给你收尸 沐前辈 死追 你最懂事 带下他们 能做好吗 能 别害怕 不害怕 真的 真的 前辈 你和韩光君真像 像 哪里像啊 你们在 我就不害怕 走吧 要动手就叫我们 前辈你要小心啊 先问小心啊 真是感人哪 你吃的是湿毒粉解药 不错 比你那碗可怕的粥 有效多了 对吧 而且是甜的 阁下的细针是太足了 从外面那场奋勇杀尸 力尽不支 再到后来为金陵挡剑 失去知觉 都是言给我们看的 嗯 不是言给你们看的 而是言给你看的 久仰夷陵老祖大名 百文不如一见 我猜 我猜 你还没有告诉别人 你究竟是谁吧 所以 我也没有拆穿你 让他们出去 我们关起门私底下谈 怎么样 是不是很贴心 一程的走失 都是受你驱使 当然 从你们一进来 吹起那只笛子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有点古怪 所以我选择亲自出马 试探一下 果然 点睛赵将这种低阶的术法 也能发挥如此之强的威力 只可能是创始者 所以你拿了一堆小朋友做人质 究竟是想让我干什么 我想让前辈你帮一个忙 一点想望 请 锁铃囊 你装了谁的魂破在里面 什么人的魂 碎成这样 江湖都糊不起来 只剩下一口气了 如果这个人的魂 那么容易就沾得起来 那么我求你帮忙做什么 你要我修补这个魂破 恕我直言 里面装的这点魂破 实在是太少了 而且 这人生前应该受到 极大的折磨 痛苦至极 很可能是自杀身亡 而且不想再回到这个世上 如果一个魂破自己没有了求生欲 那么九成是救不回来的 我没猜错的话 这点魂破是被人强行拼接起来的 一旦离开锁铃囊 随时都可能散去 这些 你肯定都清楚 我不清楚 我不管 这个忙你不帮也得帮 前辈不要忘记了 你带的那一群小朋友 都在门外巴巴地望着 等你带他们脱险呢 阁下也是百闻不如一见 薛阳 你好好一个流氓 为什么要装道士 被你发现了 不光会使用苦肉剂 还会利用人的同情心 好一派轻易出臣 大义凛然 若不是你不该懂 不该会的东西太多 我真的顺理成章地坚信 你是小星辰了 谁让他名声好 我名声坏呢 当然要装成他 才比较容易获取别人的信任呢 演技精湛 哪里哪里 我有一个很有名的朋友 那才叫做演技精湛 我自愧不如 好了 废话少说 魏前辈 这个忙 你非帮不可 控制温宁的黑色长钉 是你做的吧 鹰虎符你都可以复原一半 修补一个魂魄 又何必要我帮忙 这不一样 你是开山者 如果你不先做出 前面的一半鹰虎符 我是没办法自己做出 后面一半的 你当然比我厉害 所以我不能做到的 你一定可以做到 你谦虚了 这不是谦虚 这是事实 我说话 从来不喜欢夸夸其他 如果我说要杀一个人全家 那么就一定是全家 林条狗 都不会给他留下 比如 岳阳长盛 鬼将军也来了 王宁 温宁 出去打 看好活人 不要让其他走势靠近 你看谁会 用得着猜 肯定是温宁营 只可惜我给他钉了这么多次炉钉 他还是不肯听我的话 有些东西太忍住了 也很是叫人偷疼 温宁不是东西 你没发现这话 有气吗 你经常这样话说到一半就偷袭吗 当然 我是流氓啊 你又不是材质吗 我也不是想杀你 就是想让你 嗯 不能动 先给我回去 慢慢地帮我修复这个魂魄 都说了 我无能为力 哎 不要这么急着拒绝嘛 你一个人没有头绪 我们两个 可以交流探讨一下 你欺负我这具身体灵力低吗 嗯 是的呢 宁可得罪好汉 不可得罪流氓 说的都是你啊 我不跟你打 换个人来 换谁啊 啊 那位韩光君吗 我让三百多只走势去包抄他 他 韩光君 这是不是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嗯 不错嘛薛阳 还会耍双剑 降灾 韩光君 竟然使得我这把降灾剑 何其有幸 哎 这名字与你当真绝配 退后 这里不用你 我想也是 哎 又偷袭 又偷袭 八剑毁我了 双华剑 你不配 哈哈哈哈 我还是先出去吧 莫贤门 莫贤门 没事吧莫贤门 我没事 你们还好吧 还好 我都听您的话呢 您放心吧贤门 韩光君 居然一手持剑对战 一手操勤攻击 厉害 那是 韩光君当然厉害 只是他从来不喜欢到处显摆 可低调了 对吧 啊 你在问我吗 问我干什么 难道你觉得 韩光君不厉害吗 嗯嗯 当然好厉害 他最厉害了 什么 白童女又来了 阴魂不散 他到底想干什么 就是 走 往哪儿走 跟着竹竿响声走 你要我们跟着一只鬼魂走 谁知道他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啊 就是跟着他走 你们进来之后 这个声音就一直跟着你们了 你们往城里走 却被他一路往城门外带 遇到了我们 他当时是在赶你们出去 是在救你们 救我们 嗯 而且昨晚他明显是要告诉我们什么紧急的东西 薛阳一来他就消失了 阿城是在躲避薛阳 总之 和他绝不是一伙 怎么又成薛阳了 那不是小星辰吗 呃 这个说来话长 待会再解释 总之我们先跟着他吧 看看他到底想带我们去哪里 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我们就这样 丢下韩光俊跑的呀 韩光俊 这里交给你了 我们先走一步 哼 就这样 不说点别的 不然还要怎样 说什么别的 为什么不说 我担心你 我要留下 你走 不 我不走 要走一起走 这样的话应该有的呀 谁教你的 谁跟你说应该要有这种对话的 我就算了 你能想象你家韩光俊说这种话 不能 不能 对吧 浪费时间 你们家韩光俊这么可靠的人 我相信他肯定应付得来 我做好自己的事 等着他来找我 或者我去找他就行了 停下来 这里有个屋子 他带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是啊 就是啊 来都来了进去吧 这个门槛怎么做得这么高 又不是寺庙 不是寺庙 但是 也是一个需要很高门槛的地方 这么多棺材啊 这是什么 就是啊 什么地方 这里就是那种义庄 停放死人的地方 嗯 无人认领的尸体 摆在家里不吉利的尸体 等待下葬的死人 一般都会放到驿庄来 算是一个死人的驿站吧 墨前辈 为什么驿庄的门槛 要做得这么高 防尸变者 做个高高的门槛 就能防止尸变吗 不能阻止尸变 但是有时候 能阻止低阶的尸变者出去 刚刚尸变四肢僵硬只能跳 容易被门槛半倒 他摔到地上肢体僵硬 短时间内也爬不起来 等他快爬起来了 要么天快亮 鸡快打明了 要么就被手装的人发现了 原来是这样 他把我们带到驿庄来干什么 难道这个地方 就不会被走尸包围吗 恐怕真的不会 咱们都站了这么久了 你们谁听到走尸的动静了吗 你想让我们打开这副棺材 这里面放的是不是他的尸体啊 希望我们帮他入土为安 你们站远点 万一不是尸体 又喷你们一脸尸毒粉什么的 怎么是一具男子的尸首 这位男子穿着道袍 眼睛又穿着绷带 又是一个眼王之人 难道这位才是小星辰 他好像有话对我们说 不如我们问凌吧 不必 我们未必能问出他想要我们问的问题 而且 我觉得他的回答会很复杂 很难解 共情吧 散传络って 我们応 SQL 小星达 先给你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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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